刚刚看了一部武侠剧 好看 我想看虚极 对 想看虚极 细费 非常清楚的故事线 然后还选到很好的音乐 有些好像电影主题曲 非常有代入感 很棒 非常享受这个舞台跟这个舞蹈 包括最后的那个设计 我觉得非常的惊喜 就是密函给到嘉尔队长 还蛮酷的 谢谢 嘉尔队长 我非常满意 也是我开始分组的时候 脑子里面的画面 这个有剧情的画面是谁的想法呢 这个其实是这样 就是嘉尔队长订完那个霞了之后 我们几个人一起讨论一个故事线 其实 他不是蝶中蝶 其实他是蝶中蝶中蝶 蝶中蝶中蝶 蝶中蝶 蝶 对 就是我们刚开始我先分黑人和白人 白人的话就是 类似囚犯 然后我们黑人 然后在押送的通知中呢 然后其中有三个人是要救他的 然后黑人全倒下来之后 就剩了一个白人 然后呢其实他是蓝人 最后他是为了嘉尔 其实他才是最后的一个老板 对 因为一定会有一个囚犯 然后当时我就 一下子就想到了我们的白鸽 我其实个人私底下是 对他其实挺有意见的 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很善变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吃那个 我们剧组给我们配的那个 包克斯雷 包克斯雷 就是喝饭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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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克斯雷 突然这么一说感觉很高 我以为是什么特殊待遇 合饭就合饭 包斯乱死 我还以为什么餐厅的 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 每次每次在吃的时候 白鸽就过来了 说你们不要吃了 马上就演出了要减肥 结果呢 我们回到酒店休息了之后 他给我打电话了 说春林笑脸 小龙虾 哈哈哈哈 什么 然后我就 我就问他就为什么你们不是减肥吗 他说你就来吧 就别管了吃吧 然后白鸽 他说他在我心中就是一个 我们小分队里面的将军 嗯 对 就是 在我们很累的时候 他就是过来说 你们都是年轻人 你们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躺在地上 都起来练 然后 他自己坐下来打游戏 哈哈哈哈 什么 其实从刚好我分好的第一个战队开始起 然后 我也很幸运 就跟他们六个在一起了 然后 有不同的舞种 但我可能就年龄比较老一点 我一进舞房 见到他们的第一瞬间 我大概知道 嗯 这是一个family 这是一个真正的团队 然后我觉得 尽其与否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两个月三个月 哪怕就是冠军 他也得走 对吧 就是他不走 离开花桥 谁给他送河湾 对 从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更多的是要留下爱 留下尊重 交到朋友 舞跳不了辈子 朋友兄弟是一辈子的 好 平安 总结完毕 谢谢 这是我们人生中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旅程 这段经历 可能在我们 我们现在 并没有那么 体会得到它的珍贵 当我们三四年四五年 甚至 再久一点的时候 你再去回忆这段时间 你会觉得 这是多么多么 宝贵的一段经历 它真的是我们人生的财富 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些时候 会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够好 或者说是表现得 不如自己所想象的 那么完美 但真正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会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去回忆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 这些不完美 是多么的完美 对 就这种感觉 那么现在我们请A组 回到舞台上了 现在进行队长的投票 首先 钟和良队长 B组 恭喜B组一票 看完两个作品 就比较能投入的是在B组那边的故事内容里面 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个戏的开始 你会觉得那个人是逃还是逃不掉 你就很有代入感 所以你会更被两个作品里面的故事 也故事先的这个作品吸引 张艺兴队长 B组一票 王一博队长 恭喜 A组一票 B组真的很有剧情 但是我是觉得到中间后半部分有点断掉了 我以为这个剧情会一直一直一直延下去 但是后面增加了起舞部分 我是觉得如果这个故事能继续延续下去的话 就可能会更好 现在关键票来到了主考核队长王家尔 你的选择是 我是今天比较喜欢 B组 B组 A今天虽然超过了我的预期 但是 我觉得没达到他们自己的百分百 这是唯一一点我觉得可惜的 那么接下来 综合今天队员们的表现 你需要在他们之中淘汰三位选手 你这也很难的 你这也很难的 A组好危险 他没跳好 慢慢想 没事 老实说一句 去选谁其实都不合理的 对 但竟然是规则 第一位 Oscar Oscar非常好 但是其实如果只针对今天这个作品来看的话 我会稍微看到中间他有一点点没跟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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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他把子弹跟Colin拆了 这怎么后面怎么搞啊 Colin的话我会觉得没有是他最佳的一个状态 再加上整个表演里面大家都有一个亮相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他没有达到他Colin本来的那个亮相点 准备 好 你得知道 我得知道 我得知道 所以他们很听见 我没有得到他 发挥到他们百分百的一个状态出来 而我看得最清楚的那一位是秦月